没有这东西吧 好 ok 那个 好 来我请各位给我一下数据好不好 你们刚做时间的数据 来 这是塑胶带什么样啊 这是那个木块的部分 然后呢 来谁要先给我第一组数据 一五六 今天把我们这个机密讲出去 就探苦关 没关系啊 他不知道把人的事内 一五六什么 还把人的事内 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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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三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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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来 买来 七三点四 有七三点四 二六三点九是 木坏的对 对 第二组是262.5 这两种数据是一个很不好的数据 这两种数据是263.9 263.9 1.3 这三年出去完全看不出任何东西 因为这三个重量是一样的 你们没有改定重量啊 没有加2.0.0 你的木块空是多重 空是1.0 为什么没有做木块空的重量的实验 有173.5 173.5对多少 我用墙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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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來下一組 用我的用我的用我的 來,那多少 來,多少 156 多少 156 好,這多少 71.4 好,第二組 54.8 54.8 多少 196.5 好,第三組 315.6 315.6 86.8 好,來看一下 第一組是156 1 219 71.4 好,第一組在這裡 而 第一組在這裡 木塊重量是156 第二組是71.4 第二組是54.8 12345 544.8 最多多少 196.5 196.5 第二組在這裡 對不對 第三組 315.6 315.6 在這裡 196 186.8 186.8 再在這裡 所以呢 它的數據看起來是 假裝把這三個數據連起來 它變什麼 它變成大概是這樣的 好,再變成這樣 跟我們想像中的所謂的等比 等比的話應該是直線再加通過原點 要直接通過原點 所以你在證明自己的數據的時候可以去做個觀察 你的數據差多少 這是慢慢要學的經驗 是慢慢去交流 我的數據跟證實的數據 跟理論上的數據 可能會差一陣在哪裡 要去做一個預測 不是說 不是隨便做 好 這是目前實驗上的接觸 來,我們來看一下摩擦 這個選擇 好 其實我們今天在做的實驗 我們今天在做的實驗 很簡單 就是在做這個事情 我把口框出來 大家看一下 好 這是桌子 這是木塊 這是我們 旁邊的身子 好 這釣的東西 好 在這裡 請問一下 這木塊 受了什麼力 他才會想要請進 他受了什麼力 想要請進 他們在走 啊,他們在走 觸到他有中力 OK 可是 他受了最後在中力 他想要請進 這是桌子 這是桌子 然後 上面就是木塊 這木塊就受了 受了 這個 向下的重力 那個 照中 如果你坐在這邊 就坐過去那邊 好不好 不要比起影響 一直干擾 好,我們在上課就是這樣 因為你的時間 你有限 大家的時間都很有限 你如果在這邊上課 然後被干擾 或是干擾別人 你浪費器的時間 沒辦法上課 別人也沒有上課 那就是浪費掉的 時間是浪費掉的 好了 這個中間我們加重量 為什麼要加重量 給它拉力 因為增加它的 拉力 對不對 增加這個拉力 我們的重量 扣這個繩子轉過來之後 拋一個拉力 拉動這個 木塊想要移動 請問為什麼 這木塊一開始不想移動 他為什麼不會動 摩擦力 摩擦力 摩擦力在哪裡 桌子 桌子跟木塊中間有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 把木塊往這邊拉著 那它什麼情況之下 木塊開始移動 重力大於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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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 重力大於摩擦力 這邊要記得 不是 不是這樣子 這叫做 力大於壁 沒聽過 你們還去太誇張了 真的是 什麼是力啊 力大於壁 力大於壁 這是不是 現在常常在聽到的成語嗎 沒有什麼很好笑的哏 力大於壁 好 對不起 這哏不好 大家 沒關係 習慣了 趙忠 不要晃成 不要晃成 頭開起來 頭沒有那麼重 請你把頭開起來 請你把頭開起來 如果你現在沒辦法專心的話 你最好是要做筆記 習慣性的做筆記呢 我給你一本筆記本 拿出來做筆記 趙忠沒有筆記本 給你一本筆記本 好不好 你做筆記 我在課堂上講那個操架 已經不會想睡覺了 不會趴下來了 你們現在學習沒有目標 你在做什麼事情 動筆記本 來 這邊的重力向下拉 拉到木塊 可是木塊是很緊張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把木塊跟桌子表面 距離放大了一下 它就好像是 很多初術套的東西在這邊 初術套的東西 桌子表面 這是木塊表面 它有初術套的東西 它會卡住 它會卡住 所以它一開始不想動的 它不會動的 它什麼時候開始動 什麼時候不開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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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這個 像這樣 開始 它會被拉動 它會向斜面開始移動 移動 它整個可以脫你這個摩擦的時候 它就開始移動 可以 所以它抵抗你這個 這個粗術套面 鼻子之間的影響 是 怎麼樣 如果它動的話 不就代表 那個粗術的東西 都會斷掉之類的 有可能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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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摩擦裡面有那個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怎麼了 你們又怎麼了 蛤 沒事了 我沒事就不要一直講話 看我這邊 我在講話要看我 我在講話看我 不要看別人 講話看我 好 它有可能是直腳 這時候硬拉的時候 就把他拉斷 剛剛那個 就變光芒 所以我們 你看 為什麼開車開開 輪子會磨掉 喔 這刷子是怎麼 因為它太大了 刷子不是90多 那為什麼 一般來講 它是斜的 還是斜的 但是因為它比較硬 比較軟 所以在走的時候 就把它刮掉 輪胎也是一樣 摩擦就是這樣造成 但是 你久而久之 你如果說經常 你看像我的 我的鍵盤 我的電腦螢幕 我的滑鼠 軌跡板 很特別齁 你看到軌跡板 有有的 有沒有軌跡板的中間 很快特別亮 沒有 沒有 軌跡板 好看到了 有快特別亮有沒有 因為我習慣 我的手指頭 習慣放在那個位置 一直摩擦 就那個地方 可能就像你剛剛訓言講的 它不斷的被摩擦 被摩擦 它被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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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摩擦 它被摩擦 它就變得更光滑 對不對 它變得更光滑 它變得更光滑 所以就是摩擦力 要消除摩擦力 你不幫助把它打到更光滑 就是如果拿手這樣摩擦 摩擦 摩擦 沒有錯啊 你看手指頭 曾經有人的工作 一般來講每個都有指紋 對不對 曾經有個報紙看過 看過一個報紙 他說這個人工夫 他常常用手指頭去摩擦 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手指頭去抓個東西 就是他手指頭的指頭摩到不見了 而且不見到 長不出來 因為他持續上 持續的破壞 持續的破壞 沒有啊 直接這樣 會犯罪 對 對 對 也是另外一種特徵 另外一種特徵 它就是指頭摩擦不見了 最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剛剛做實驗 雖然說剛剛這組實驗的數據 也不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有感覺嗎 我假設自己放得越重 我對需要的力量是越大越小 要越大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你們這組沒有做出來 但是要有這種感覺 我 我 這邊如果東西放得越重 我這東西就要放得越多 才拉得動 它才會開始移動 為什麼 我們想個為什麼 為什麼 朋友 為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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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 你知道嗎 想像一下 為什麼 想像 好 你要想一下 現在才開始想 給你三秒鐘 三秒鐘 沒有沒有錯 我沒有講成 比如說為什麼 它越重的時候 從一個圍觀的角度來看 從一個想像的角度來看 我這邊壓到越重的時候 為什麼你就需要越重 它才拉得到 差距越大 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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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一點 差距越大 為什麼 越重 差距越大 為什麼 我知道了 蛤 這是你先的觀察 可是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為什麼越重 它越來越 你知道嗎 因為 你看 那個 原來上面沒放的時候 可能上面中間還有一點空氣 但是越重的時候 它就逆合得越緊 OK 好 我本來卡 是卡一點點累 我越重的時候可能卡越深 我卡越重是拉得越難拉 我要抵抗力量就越大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剛才在做實驗的時候 好像這邊會滑 這邊不會滑 為什麼這邊滑一點點 它又卡住了 為什麼 那可能 每一個接觸面 然後度比較好 因為我們家的桌面 本來是不平整的東西 就是不是均勻面 不是均勻面 就是說 如果一個均勻面的話 我舉個例子 這樣是不是均勻面 算不算是均勻面 算吧 那如果是這樣子呢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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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比較均勻 第一根 第一根 第一根不算均勻 第一根是均勻 第一根是均勻 你跟它 它會比較低的 所以你看到壓到這邊 摩擦力比較小一點 壓到這邊摩擦力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壓到點不一樣之後 摩擦力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工程這些訊息來看 摩擦力更是有關 摩擦力 摩擦力這個東西 會跟誰有關係 跟哪些參數有關係 桌子的光滑度 對不對 桌面的光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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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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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什麼 跟什麼 木塊的勒 木塊的什麼 就是面的光滑度 木塊的向下的勒 這樣對不對 對 木塊向下的勒 對 木塊向下的勒 對 這個呢 這個東西有名詞 對 前衣剛講沒有錯 這是一個滑度面 我的固體 如果放在上面的時候 我向下的垂直力 才會有作用 就叫做正向力 所以如果前面是斜的話 也會一垂直於斜 對 如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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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我現在的物體是這樣的 我的物體是放在斜面上 請問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物體的重量 是不是向下 向下的重量會影響它的 摩擦力 對不對 這個力量會影響它的 摩擦力呢 還是 這個方向的力 應該是它的摩擦力 對 這樣看 這兩個力 假設這是 我們來看看 我是這樣施力 沒有增加它的摩擦力 還是這樣施力 會增加它的摩擦力 比較有效 這樣子 是斜面 斜面比較有效 對不對 因為它純垂直 所以 一定記得喔 你的增加摩擦力 都是它垂直方向的力 才能夠增加它的摩擦力 嗯 好 這樣你爹爹 沒有問題 這叫做正向垂直嗎 垂直方向的叫正向力 這個垂直 記不記得在什麼地方有看過這種垂直的線 我想一下 這條線 垂直線 我們之前上課 什麼時候有看過這種垂直的線 我們畫一條線 這是垂直的線 所以這條線叫做什麼線 把線 把線 什麼時候看過 折射 折射或反射的時候對不對 折射的時候 折射的時候 路側線 反射線 對不對 所以這條線呢 垂直 垂直 所以這條線叫做把線 叫做N 我們給大家看看N N是Normal的意思 N的英文叫Normal Normal 但這個力的部分 怎麼叫正向力 在折射反射這邊 我們叫把線 對 當木塊看桌子的 靜摩擦力變正摩擦力的時候 木塊顯現 審數不重要嗎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在這邊兩個人念 審數不重要 會氣喔 誒 審加數 為什麼 四小時 我是想說 因為 他的 他可以動 這代表他有個拉力 嗯 但這個拉力一直沉在 裡面他會一直拉 裡面他會一直夾 沒錯 是喔 講得非常好 陳玉講的應該是 一直拉 好 我們先把第二題講完 可是昨天每一天 他會一直拉 好 在我們一開始要抵抗這個 這個凹凸不平的時候 抵抗他 這時候所失的力 你所失的力 當他沒有移動點 失的力 就是來看摩擦力 對不對 可是當他開始 動的那一剎那 動的那一剎那 是不是 這東西浮在那個凹凸不平的表面上 嗯 這個摩擦力比原來靜止的時候 摩擦力大還是比較小 他卡住的時候是摩擦力的這樣 那他已經在上面這樣子有點卡 小小小 是不是 移動的時候摩擦力變小 所以 移動的時候的摩擦力 有叫做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 動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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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 移動之前的摩擦力 就是進摩擦 好 兩個是有差別的 一般在講 近摩擦力比動摩擦力大 所以說假設馬化石的話 可以剛剛解釋一下 好 好 假設呢 我們再做一個實驗 這邊是 那個 好 是 這邊是 我們所增加的重量 就是塑膠袋裡面的力量 好 也就是塑膠袋 也就是我們的拉力 好 我們在拉動上木塊的拉力 這邊叫做摩擦力 好 我一開始丟100 丟10克的力量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動 請問摩擦力多少 嗯 大力10 大力10 大力10嗎 好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如果撕10克給他 這邊撕給他大力10的力 10 10 所以是怎麼樣 10 10 摩擦力等10 對不對 摩擦力是10 我如果撕給30克的力 我如果撕給30克的力 然後他還是沒有動的話 請問摩擦力多少 30 30 對 摩擦力 對 摩擦力 給他多少 摩擦力呢 那我如果撕給70克 他還是不動的話 請問摩擦力多少 70 對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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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滑動 他開始滑動 請問摩擦力多少 大於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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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75 小於75 小於75 為什麼要小於75 因為它動 因為它動 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從進摩擦變動摩擦 一個是從進摩擦變動摩擦 另外一個是從以前他們的角度來看 來觀點來看事情 上一個禮拜我們是講過了 一個東西要動 一個東西要開始移動 開始有速度 請問他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收到什麼 他才會開始移動 開始移動 他一定收到一個力 對不對 他一定收到一個力 他才會開始移動 一定收到一個力 他才可以改變 他運動動態 一定收到一個力 而且這力的方向 剛好等於改變運動的方向 對不對 這個問題本來不動 我試一個力 他開始我們運動了 會不會我試一個力 用它往這邊移動 可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那個力是收的也可能 在這邊 如果那個力是負的 如果那個力是負的 但是通常我們用的方向 表示力的方向 我對你沒有這個關係 我如果試一個力 用它往這邊移動 可不可能 不可能 通常你失力的方向 會造成它改變的方向 有可能是我失力 但他不鬥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為什麼 沒有帶 沒有帶 我失個力 但他沒有鬥 為什麼 因為他 因為他失憂 你的力不動 大力不動 還要鬆一點 想清楚 都沒有想清楚 都沒有想清楚 沒辦法回答你 什麼 什麼 那個 那個 向下力沒有大於向上力 向下力沒有大於向上力 向上力是什麼 擺住的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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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力量做在筆上面 筆式的擺住力做在哪裡 擺住的用力 擺住的用力 剛 冠瓶講的 擺住的用力 怎麼樣 擺住的用力 就是你的手持 往下撕著的力 然後力一點 就可以給你的用力 然後怎麼樣 然後擺住 然後往下 擺住我沒辦法往下推 你的力 怎麼大於向上力 我的力沒有帶回反作用力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的力沒有帶回反作用力 所以我不會往下移動 這樣講對不對 哪裡不對 對 反作用力就是我撕個力給他 他會反作用力 欸 趙聰 現在怎麼樣 那就是你撕個力給他 然後反作用力反作 然後怎麼樣 然後他會停在原地 他會停在原地 他會停在原地 剛剛冠軍講的對不對 因為反作用力沒有 因為我的力量沒有大於反作用力 所以他就停在原地不動 現招用那個比沒動 對 因為那個 力量沒有大於反作用力 一個一個小 來 說 我的力被反作用力 所以你的說法跟冠軍的說法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反作用力 我的力量沒有大於反作用力 所以我不會差那樣移動 那你的力量是說 我的力量被反作用力抵消了 好 現在兩種說法 而且他就是合力為領 哪兩個合力為領 他有支撐力 你的左手是支撐力 然後他又向下的正向力是你的右手 我們這不叫正向力咯 因為他是向下的力 你右手給他力 他要進進力力 然後沒了 OK 所以這三個力加起來 合力為領 OK 好 至於你要做什麼 沒有 至於你要做什麼 我覺得 反作用不對啊 哪裡不對 這是哪一個不對 你現在有三個說法 你先做一下探長的說法 他做的說法是說 我的力沒有大於反作用力 所以他不會動 陳佑的說法是說 我的力被反作用力抵消了 陳佑的說法是 我的力加上重力 剛好等於我左手的支撐力 所以他抵消了 這三個說法哪個說法對 哪個說法都不對 後面兩個對 後面兩個對 對 前面的話他沒有講到等於的話 假如說你的力沒有大於反作用力 他沒有講到等於的話 他變成說會彈起來啊 OK 好 這就是你俄製了冠聯的說法 所以冠聯的說法是有錯的 但是冠聯的說法不只有這個錯 另外一個地方 你覺得這三個說法哪個對哪個錯 說在哪裡對在哪裡 反正就是你的手法那個比撐起來 再講一遍 你的手法那個比撐起來 再講一遍 你已經說過了 就是假如放入這樣子壓不會動 對 所以不管把你動 還是要假聲它不會動 對 那這樣不會動 對 那這樣不會動 所以你剛說我的手法撐起來 沒關係 對 不會動 OK 所以你同意陳佑的說法 來 陳佑 對 好 你同意陳佑的說法 陳佑 嗯 怎麼樣 沒有一件 沒有一件 沒有一件拖去斬 怎麼他沒有一件 你有沒有在上課啊 有喔 那說說看啊 你聽了這麼多說法啊 你懂得支持一個不支持 你不支持你要說看你的想法 第四個想法出來啊 你不能沒有想法啊 可以 投票的時候都可以不投票 這不是不投票 這上課啊 那表示你沒有學到囉 我給任了 表示你沒有學到囉 你告訴我你是沒有學到 有 那你告訴你學到什麼 我學到摩擦 摩擦 摩擦你怎麼樣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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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現在講第一 第一這個事情我上禮拜講過 上禮拜講過 之前講過 那個我忘記了 忘記了 所以你現在沒有意見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不說吧 你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同意陳毅的說法 嗯 OK 好 那冠婷跟陳毅我們來修正的 我覺得我錯了 但我覺得N是對的 你知道你錯在哪裡嗎 應該是因為 沒有獎金 對 哪邊沒有獎金 應該說能體消 你手壓力 那不急 有反作用力 好 等一下 是 因為反作用力的 其實他會跟你走 不是喔 反作用力 我 你上來 這個也是反作用力 請你上來 好 我推你 你會移動或不移動 我都有反作用力啊 好 對不對 我打你 那好 那我是大的 不管你會不會痛 我就是會痛啊 我手一定會痛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我已經收到一個反作用力嘛 但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可不可以抵消 陳佑剛剛說吧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可不可以抵消 可以喔 可以 不能 不能 支持可以的請舉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可以抵消請舉手 你上一塊講過耶 對 我上一塊講過啊 所以我就很納悶啊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可以抵消請舉手 不行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不能抵消請舉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為什麼不能抵消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為什麼不能抵消 因為 受力量 受力跟不一樣喔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受力的部體不一樣嗎 右手推左手 左手 右手使個力給左手 左手產生一個反作用力 肉在哪裡 右手啊 這怎麼會抵消 不會抵消啊 對不對 好 那關鍵的說法哪裡錯了 我覺得 我搞錯 沒有 OK 那你搞錯 那怎麼樣才是對的 採訓成績的 採訓成績的說法是對的 沒有問題啊 你的說法怎麼修正才會是對的 你的說法哪裡錯了 我知道你搞錯了 你要知道 錯在哪裡啊 搞錯哪裡 我搞錯 我搞錯 這個 應該這個時候啊 呃 就是 應該去補的 啊 就是補的手 往下 十力 然後因為 因為你的手 你的右手 你的右手 你拿著右手 右手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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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十力有十力 然後反進行你 OK 但是我還講說 我現在為什麼不在這裡啊 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了 都到底沒問題 我的問題再來說 你說你知道你剛剛講錯 你的錯錯在哪裡 我在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怎麼樣 欸同學 我現在問的問題 不是他要回答我喔 你們要搞定他錯在哪裡喔 你們沒有搞定他錯在哪裡 你們也是沒有學懂喔 我沒有設定力的方向嗎 再講一遍 你有設定力的方向嗎 我沒有設定力的方向 我沒有設定力的方向 就回到剛剛問題啊 我這樣撕個力 好不要用左手啦 你們可能誤會了 我這樣撕力在這個 秤上面 我這樣撕一個力 就秤沒有移動 那假如 那剛剛問你第一次的說法是說 我撕的力 沒有大於我的反應 沒有大於你的反作用力 所以他不會移動 對啊 就沒講清楚啊 哪裡沒有講清楚 像他的 反作用力就沒講清楚 他都沒講什麼的反作用力啊 這裡面只有 現在表面上看起來 只有我手在撕一個力嘛 所以他反作用力 只是我手撕的力的反作用力 那就是因為 反作用力大一下 是要比直層力還大 再講一遍 那不應該是要講多 比反作用力還大 應該是要講多 比直層力大 所以他會往前走 OK 這個是正確的說法 如果我的手的力 視力比支撐力還大 他會向下移動 沒有錯 那問你說 我手的支撐力沒有大於反作用力 這句話還是有錯 哪裡錯 對 不管支撐力 不管支撐力 不要講支撐力 他說 你的手大於 他意思說 他沒有動的原因 是 我的手所撕的力沒有大於他的反作用力 沒有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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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撕給他一公斤 他一定反作用力 一公斤 我給他一拳 他一定給我一拳 一樣的力 一樣大小的力 沒有什麼大於小於的問題 你一樣 只要有大於小於 只要沒有平衡 他一定會產生什麼 爆炸 爆炸 你快爆炸 你說 那為什麼我打空氣 我沒有感覺到什麼東西 你打空氣 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東西 因為你這個 打到空氣的力量 實在是不太大 然後力量呢 因為空氣本身就是 只有移動的東西 所以它會 打開 它會移動 而且空氣分子非常小 那個 重量感太小 你幾乎沒有感覺 那如果我很輕 然後 我的速度很快 我可以 就是這樣我會動不了 再講一遍 就是 假如我的重量和空氣一樣是 然後我的移動速度 可以光速 跑進光速量快 然後我 跑任何一方向移動的話 我就動不了 你既然你的速度跟光速一樣快 你們動不了 蛤 對 像你的音速的話 你這樣拿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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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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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如果力量太長的話 就會 把拳頭速度太快 就會 有那個反射用力 然後我會找到 沒有錯 我意思說 就是 我的重量力會和空氣很輕 等一下 你的重量 OK 你的重量跟空氣一樣輕 然後我移動的話 被我撞到的空氣 就會給我反射力 那相等 然後我就會 有一個往後的力 但我又有一個往前的速度 所以我會動掉 但是你要想啊 空氣是反而又移動的啊 你往前移動的時候 空氣被擠開了嗎 嗯 所以飛機不是這樣 我就用手這樣子移動 不管我手多重 不管我的手多輕多重 我只要手移動 空氣就移開了嘛 空氣就移開啊 空氣就移開啊 空氣就是固體嘛 我都卡住了 為什麼會卡住 我這樣手要移過來 為什麼被電視機卡住了 為什麼 因為電視機它抵坐的方法很好 而且電視機是固定的啊 是固體啊 它不會移動啊 它不會散開啊 那如果 對 如果電視機是個水 或者是個氣體 我手一動它就 就散開了嘛 不是嗎 那我就沒在這裡 對不對 譬如講說這邊有一群人 一群人 我可不可以從燈心中起過去 對啊 因為會閃開 我慢慢擠啊 擠得過去嘛 對 如果這是一群 男生 這個女生能擠過去了 為什麼 那如果 那如果 我在一個 沒女生 大家都卡在一起 那如果 我在一個 空間裡面 然後 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夾牙 那我會不會動去啊 在哪一遍 我在一個空間裡面 我給這個空間裡面的脫氣夾牙 就是給它夾牙力 那我在裡面 如果用鋼的那種方式 移動後 會不會動去啊 會主力增加 沒有錯啊 你的密度越高 你的主力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主力越高 你的空氣密度越高的時候 你的主力相對來越大 是沒有錯的啊 但是它高很高 要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高力的高高 所以那太空會 太空漫復會增加 不不不不不 太空會太空漫復 因為太空沒有空氣 主力跟太空漫復 跟你剛剛講的完全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你剛剛講是壓力越大 所以我可以在地球裡面 我可以在地球裡面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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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你說 好 閉嘴啦 因為你就當密度再高 比如說這下氣 有啊 像這個 你在液體的時候 你在游泳池會說 因為液體在水裡面 所以我移動都會變得太空漫復 會嗎 不會 對啊 因為你很容易就排開了嘛 那個水的水的水 水一定很擠的 但水還是會很容易引開的啊 水有福利啊 有福利 但是陳宇講的這個 陳宇講的這個 陳宇講的這個 這邊這個液體 我手 啪 因為它的阻力很大 我擠不開 所以變成它擠 可以 水不是很糟 所以這種 原有的動作就是類似糖漿嘛 很黏稠的液體啊 它擠不開嘛 所以卡尼丘它變成它是慢慢擠啊 它只能慢慢進進去啊 怎麼樣 我原有 什麼 原有 原有 我們現在的氣有在一起的 原有 原有 對對 原有是很黏稠的中心 好 回來 Eva 那時候會的糖漿接摩 你 你 那時候會吧 好回來回來回來 所以我們 回到剛剛的問題 齁 當我 到75克的時候 力量交到75克的時候 它開始準備要移動 準備要移動在上面 它得到 羅他力 多少 這比75大 比75小 比75小 它才會移動 你看 我真的拖著它 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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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我這邊75克 欸 照動 我那拖到75克它開始移動 它開始向這邊移動 表示這邊的力比較大 還這邊力比較大 這邊力比較大 這邊力比較大對不對 我這邊向它75克 向這邊有多少 向這邊是什麼力 向這邊什麼力 向這邊什麼力 是摩擦力嘛 表示我75克已經大了摩擦力了 我的摩擦力已經不是75克 摩擦力比75克小 所以正常來講 我們畫圖會變成這樣 它突然掉下來 掉下來呢 這邊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動作差異 等加速度 等加速運動 等加速運動 好 那我們看第三題 在它開始移動的時候 它是稱等速度運動 等加速運動 是哪一個 當它開始掉下來開始移動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說等速度 等速度 等加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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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意思啊 OK 你沒有學錯 好 等速度意思就是說 我每秒鐘走的距離是目的 等加速運動 等加速運動 我越來越快 有感覺嗎 應該是越來越快 你看這個比 在這邊是靜止的喔 可是它越來越快 那就是等加速運動 我會不會再上次講 好 通過這次我再講一次 我現在打棒球 鏘 鏘 這個球 什麼時候是等加速度 什麼時候是等加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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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足處的訓練 打出去的訓練 打出去的訓練是怎麼樣 它會是等加速運動 然後呢? 然後肥出去的應該是等解數 等解數嗎? 為什麼等解數? 因為它會越來越慢 為什麼越來越慢? OK 非常好 假設我是在外帶光打棒球 好 球打過來了 我在外帶光打出去 為什麼放隱石?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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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問題 什麼時候等速度運動 什麼時候等加速運動 在你一球的那一瞬間是等加速 等到它已經沒有再碰到任何東西的時候 那它就等速度運動 OK 這樣同意吧? 驅靜雨 那陳韻你不同意 你的意思是什麼叫驅靜雨? 因為太空其實有族幣的 有什麼族幣? 平時空族 太空中為什麼有空氣族幣? 因為它沒有道理 它是驅靜雨就可以 太空氣族幣有多大? 很小 驅靜雨 對嘛 驅靜雨 但是還是有嗎? 幾乎沒有齁 那沒有到什麼程度呢? 沒有在石頭丟出去呢? 它只能要... 等一下齁 要宇宙滅亡的時候它來聽一下 這樣就當了你 嗯... 驅靜雨 金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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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回來回來 所以 可以想像一下 我開始 一開始是摩擦力 等於我的拉力 摩擦力等於我的拉力 所以我都不會動 到開始移動那一剎那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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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開始移動那一剎那 我的摩擦力掉下來了 摩擦力不再是原來摩擦力 摩擦力掉下來了 這時候我的力量遠大於... 不是沒有遠大 我的力量大於摩擦力 所以我開始成等加速度運動 那如果往太空開槍的話 那紙彈什麼 如果要撞到物體 那兩個停彈 那兩個停彈 基本上是這樣子 但是喔 基本上你在地球的周圍 地球的外太空開箱 那個子彈還是叫地球 因為有那個... 有什麼 有地心 應該是地一地 所以基本上我們很難 摩擦力往太空 所以如果一顆子彈 它... 只能衝出到氣池的話 那它就... 它就回來了 然後它... 很慢的... 它不像很慢啊 它很快就很快 很快就很快 可是如果它是... 衝出到氣池那一聲 它也很慢 然後它就... 反正就很慢 因為它是衝過到氣池 然後它就回來了 所以... 在太空壓不然 是不能太強吧 太空壓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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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的在上課之後 什麼叫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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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同學 什麼叫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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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劑就是貨型比小小小 不是 中國劑沒關係 你為什麼要氧化劑 來,說 酷劑 說 什麼叫氧化劑 跟氧化劑 跟氧化劑有關 你跟氧化劑有關 所以氧化劑有關 什麼 不是吹氧化劑 跟氧化劑有關 加入就會被氧化了 什麼 加入那個東西 跟氧化就被氧化了 加入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就會被氧化 沒有錯嗎 氧化劑會讓別的東西氧化 然後氧化劑會讓別的東西氧化 很嚴重 氧化劑會讓別的東西氧化 氧化劑會讓別的東西氧化 我剛才跟養化跟另外一個名詞在一起 養化怎麼樣? 還原 它本身就是會被還原 所以這個物體就叫還原器 這個物體就叫還原器 就這樣啦 有意見了 譬如說AO加B 生成BO加A 誰是氧化劑 AO是氧化劑 因為它把氧給出去了 B是什麼? 還原器 因為它讓A還原了 這樣有問題 記不記得? 記得 記得 等一下 所以是他給他還加了 他給他 誰是氧化劑 氧化劑把氧給出來 你會不會有氧化劑 他要去把氧給吃掉 可是那麼爽 還原器把氧吃掉 回來 如何降低抹茶粒 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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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烏辣變平 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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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降低了嗎? 當然是 降低 增加 理論上正常來講 假設這個木塊所有四面的材質都是一樣的時候 事實上這樣不會影響它的摩擦力 你改變它的接觸面並不會影響它的摩擦力 但事實上我們很難做到這個木塊沒有變動一樣 所以我們實驗上還是有無差 那這部分怎麼解釋呢? 這部分如果回到壓力的概念來講 就可以接受 這個面積很大 所以我卡住的時候是不是 雖然卡的比較淺 但是我卡的面積很大 可是如果立起來的時候呢 我卡的面積變小 可是因為比你每個點上的 上面的力量都很重 可是它卡的比較深 這兩個效率比起槍底下之後 你橫放或直放 它很影響就沒有 所以它跟面積是無關的 大家清楚的意思是沒有 這是一種說法 但是我們實際上實驗很難做到這一點 說你直的或狠的結果是一樣 因為我們的接觸面是不一樣 好 將近摩擦力就是把表面弄光滑 然後一個重量變輕 不要講正向力減少 對 正向力減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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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好 好 氣墊船就讓整個船浮起來,下面有一層空氣 氣墊船在飛行的時候,在移動的時候,基本上它主力是非常小的 氣墊船? 第五題,我們做個小小的實驗 勉強 來,我們做個小小的實驗來看摩擦力道 測試兩本書 如果把這兩本書一頁一頁插進去,你會玩過嗎? 知道啦! 你們兩個人都拉不開了,這麼小小的一本書 你們的力量比這本書還小 就是一百多公斤的人,因為他自己全身的盾向往偏壓 然後他內浪 老師,你應該要講說,姿勢就是力量 姿勢就是力量 這是用書嘛 你看每一層每一層都產生一個摩擦力 一張紙跟一張紙在一起的摩擦力有多大? 沒有很大,但是我們這樣把它夾在一起的 這個書基本上不容易拉開了 看有沒有膠缺喔 你們可以試試看 來,趙周 來試試看 爆膠 鎖中有魔力喔 約 7為了 我知道了 因為他在我這一邊,我給他加按鍵 沒有沒有 因爲剛剛趙周說一個最重要的 因為鋪剛好鎖進去 然後,鎖進去 Players 每一層每一層中間都有空氣 會永遠免負近 對,空氣跑進去 對,流量新增加 空氣加上紙可以降低摩擦力 想做實驗的留下來 想做實驗的留下來 現在可以回去了 可以下課 我把學校都可以正義了 所以這次我會幫我交給你 正義管球 你學生下手法是 你學生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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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退縫 不要退縫 真的假的阿伯牌 來試試看 阿伯牌 這這年 為什麼 摩他力 摩他力超大的 你把空地弄進去 它就開了 好了 收一收 下課了 瓜哥 你的毛巾不帶頭